7月2日下午 董宇辉重庆行完整直播回放 各位网友 大家好 今天非常高兴大家能通过与辉同行直播间 来欣赏五龙天生三桥的壮丽风光 那么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是世界自然遗产地 世界最大天生桥群 五龙天生三桥 今天由于咱们的直播可能会给游客带来不便 那么我们景区共设有三个入口 我们是由一号入口进入景区 其中二号和三号入口也是可供游客进入景区的 接下来的话 董老师 咱们这边请 好 请 其他通道他们能进 是吧 对 这个景区里面很大 是吗 我们景区的话全长有两公里 我来过重庆多次 但是确实没来过这 第一次来五龙 对吧 因为每次来重庆呢 就是你逛吃逛吃就是这个城市非常好的一种体验方式 它没有特别高的门槛 所以呢 这就特别特别受年轻人喜欢了 对 所以说重庆呢 也成为了打卡的一个网红城市了 对 它不能叫网红城市 它叫明星城市 明星城市 对对 对 它有它的底蕴 是的 因为重庆可不是一个一夜之间爆火的城市 大家要知道从当年特别早期的时候 重庆就一直在历史上有重要作用 我们这次给大家写 大家看到那个写重庆的宣传的文案里头 提到了为什么说盐巴 盐巴 因为巴人古代呢 就经营盐的这个贸易 所以呢 那很负数 那巴人就在这里嘛 所以叫盐巴 其实本来是巴盐 后来人们说盐巴 所以你看它都在古代社会的时候 盐是非常重要的战略物资 它是一个国家社会稳定 而且重要经济来源的一个方式 然后再到后代 大家比如说在长江水道 发挥重要运输价值的时候 只要是成都平原的粮食 它一定要经长江水道去过 那那个时候重庆作为沿江两岸 悬崖峭壁 江水湍流的一个地方 它的运输价值 航运价值 它的军事价值 防御价值 就无比重要的 所以大家在唐代就背过很多 奎州 白地城 凤解 其实这是一个地方 但是你会发现你背过很多类似的古诗 说明什么 说明那些文人末科都要来这儿 然后你但凡自成都平原东出 它一定要过重庆 大家可能以前还记得 我们提过在唐代的大城市叫南方 叫阳一亿二 阳就是阳州 亿州 亿州 亿州皮壁母 今天下三分 亿州就是成都 所以这是一个唐代南方仅有的两座大城市之一 它肯定要出这里 沿江而下 所以重庆自古以来它的地理位置就很重要 到近代之后 重庆是一个工业城市 我们所熟悉的很多非常经典的 非常知名的一些品牌 其实都在重庆 而且大家可能有所不知的是 现在它仍然是世界内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地 已经连续八年还是九年世界产量第一了 然后它的汽车产量也非常高 而且我老家是西安 古称长安 我们小时候建的一个汽车叫长安汽车 我们一直以为那是陕西的品牌 后来发现是重庆的 当然它不只有这些 它还有很多现在金融和一些新材料的科技企业也非常的多 所以刚讲这块就是想讲它的底蕴 一个有底蕴的城市是明星城市 对的 好 您客气 这山里其实不热 我发现 我们这里的海拔有一千多米 常年的这个联军气温17.4度 所以说那是休闲避暑的圣地 所以重庆当地人来这多不 多 就在我们刚才经过的那个仙女镇 它就是上面修的 就是避暑房 很多包括重庆周边的或者说其他城市的都有在我们那边买那个避暑房 今天直播这个地方挺好 也没有太多人 也不影响大家 然后我们也很凉快边走边聊 这有点像公司团建去登山了 旁边重山峻岭里头 非常急促又清脆的蝉鸣 还有鸟叫 还有青蛙的名叫 为什么中午他们会叫呢 反正都混合在一起 交响乐 急促而清脆 代表了这个山谷的活力 老师您在这工作几年了 我在这边工作了十几年了 都十几年了 对 看不出来 我呢给您简单的介绍一下 咱们五龙的一个基本概况吧 五龙呢是始建于唐武德二年 公元619年 于2016年呢 撤县社区 那么全区区域类呢 旅游资源十分丰富 旅游资源单体 共计654处 654处 对对 可供开放的这些景点也特别多 目前的话 我们已经对外开放的自然景观呢 有芙蓉洞 芙蓉江 天生三桥 龙水桥地凤 仙女山 白马山 地凤就是之前电影中 它那个镜头哪是吗 天生三桥是 天生三桥是 对 另外的话 我们还打造了一台 大型山水石机演出 印象五龙演出剧场 它也是张艺谋七大印象系列之一 对 哎呀 我老乡啊 当年张岛那个满城近代黄金甲 其中有一个镜头 就是一群皇上派出来拿着弯刀 然后追杀对方的 追杀一个一个朝城那个地方 就是在这拍的 那个镜头很酷 甩那个刀 小星星 等会儿呢 我们就会经过那个地方 是吧 是的 后来边缘金刚也在那取过镜头 也是在那个位置 所以你看这就是从 从专业导演的角度 他们也喜欢重庆 现在很多电影就直接在重庆拍 我们昨晚坐车经过那个江边的时候 就在想 如果在这拍是不需要再设置其他的背景 不需要再加光的 因为他晚上光足够的丰富 再加上他的立体感很强 因此直接拍就能出片 所以也不只是游客喜欢来这拍啊 导演也喜欢在这拍 直接出片 而且我们昨天那个宣传片下面 其实我看到 哎 传奇来了啊 宣传片下面 我看到最多的一句话 朋友们说什么 说宇辉重庆你不用宣传 有钱我自己就去了 非常感谢对我们重庆的认可和喜欢 我们我在西安 西安人基本上 你现在来重庆来成都非常方便 对 现在的话交通也非常发达 并且呢 我们现在仙女山也有那个航线 哇你听着缠名 在北京还没有呢 今天呢 我们欣赏的这个天生三桥景区 它的游道全程呢 是两公里 单向游览的 时间约在九十分钟左右 就是一个人自己转完去九十分钟 差不多 对 就一个半小时这样子 然后您提到的 其他五龙那些景区 是要出了这个景点 是吧 对 就不在这儿了 咱们五龙的景点的话 算是比较密集的 景点与景点之间 它的车程都不超过一个小时 所以说 这个地方平常中午就有这么凉快吗 有的 还是说因为前几天下雨 才这么凉快 一直都这么凉快 联军气温17.4度 非常舒服 对 联军降雨量呢 是1214毫米 深游覆盖率的话 达到了80%以上 空气中的这个富氧驴子含量极高 对 它是重庆主城区的108倍 所以说是喜废养生的圣地 对 这个不欠承的功效啊 你看这台阶多少人走过 把这个石板已经磨出 另外一种痕迹了 传心你往前走 不好意思 我清个鼻子 好 老师走 我们等会要坐那个下面的那个电梯 然后往下再去走 对吗 对 所以说我们现在是从上往下走 从上往下走 往下走的一个状态 咱们景区呢 是分为三桥两坑 也就是说呢 是由山座天然生成的石桥 和两个天坑组合形成的 其实在相同的这个Custody帽中 天生三桥这一种景观呢 并不说少见 但是在不到1.2公里的这么一个范围之内 天然的生成了三桥两坑 确属奇观 自然形成的 对 自然形成的 咱们右手边可以看一下 我们真的是在密林下漫步啊 对 我们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这些石头上 都有一些不锈钢扣 那么这里呢 就是目前我们中国举行的 三大户外运动公开赛是 中国国际户外运动公开赛 其中的一个项目之一 竖架 运动员呢 依托那个登山神作为保护 靠自身的这个重力和惯性 以最快的速度下降到半山腰 在哪 就是在我们这个山的下边 它的垂直高度有100多米 对 那这个运动我是这辈子没机会参加的 开罢啊 不行啊 对 连胡带喊 电影那个 飞锁一样 对 就是满城 我是非常恐高的 走 这个呢是属于公开赛事 所以说呢 有喜欢挑战的朋友 都不妨报名来试一下 目前的话 有来自世界的前15名的队伍 几乎每年都会来到我们这里 参加看向赛事 这地方是真的好啊 你看太阳 你也不用担心太阳晒 因为没有太阳 就被遮挡住了 对 树叶和树冠会挡住太阳 然后树的蒸垢作用呢 会给树影下带来清爽质感 然后山间的清风啊 还有缠明阵阵啊 如果你来重庆 中午大中午 你在市区 你肯定很热 没地方去 对 其实来这里是可以的 咱们前边的这个灰色建筑呢 就是景区内设的观光电梯 那么它是分两部电梯上下运行 每部电梯呢 可以坐13名客人 运行速度为每秒1.75米 垂直高度80米 它整个电梯的话 采用的是一个全玻璃的 这样一个样式 最主要呢 就是为了让游客 能够更直观的去感受 咱们大自然的回复神功 这个树是水山啊 对 真挺拔 这一大片 鼻挺鼻挺的 长得不高 在电梯里可能有短暂的没声音 你会去航拍 好 电梯里没声音 去航拍 今天别劳了 哎呀 哎呀 这个电梯 哎呀 这个 保护你一个 没事 咱们不看 好 好 好 哈哈哈 不好意思 谢谢你 谢谢你 有解释 此前雨 愁成功分了夜发 送心但愿雨为雨 流水 我以为是那种玄关呢 不是 所以说这个地方 几百万年前也是 不是这样一个 最初的话它是一片前海 前海 哇 好凉快 这岩石上都有水滴下来 还漏的又漏 长生不老全喝一口 像我们的水吗 像咱们景区里边的话 这些水它大多数 都是那个地下暗河 渗流出来的水 你看这块好大啊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 就是刚才咱们看的 那个速降项目的这个正面 就是从这速降下来 就是从这个地方下来 滑口是吧 很多个人来到这里呢 就比较疑惑 说为什么会把一个 体育赛事项目 选择在这个位置 其实这里 我们就可以找到原因 首先呢 我们的这个山体足够的高 满足它赛事的一个挑战性 其次呢 那些人胆足够大 对 还有呢 是 还有就是你看我们这个山体 它是往内凹陷的 这样子呢 就能够在最大程度上 保证运动员的这个安全 不会被撞击在岩壁上 第三呢 就是增强了整个赛事的 一个观赏性 因为呢 它是在咱们景区里边 每年的话 都有上百万的游客 来到咱们这里 我本来想象这个高度 有点害怕 这凉风一过来更害怕了 但这儿真的很凉快 你看 岩壁上水珠凝结 然后 初步垂直下 虽然它是非常细小的 这种水珠 但是会在一起 也形成了 涓涓溪流 沿着旁边的游到了下面 这片真的特别好啊 像梦境中 好像仿佛来过的 忽明忽暗 的那些地方 而且你看这个山洞里头 燕子飞回 其实这里的话 如果说是在那个 下雨天的时候 景观更为别致 因为在咱们上方 刚才看到了 有很多的孔洞嘛 水帘洞 它就会有地下暗河 对 就形成了一个水帘洞 然后那个石缝里 还有地下暗河涌出来 是吗 对 它这个就分季节了 有时候比如说 在我们这边 多雨的季节 然后呢 它就会有那个水流出来 枯水的季节的话 就没有 白杖悬崖 深空水铺 这个地方我以前没来过 我现在觉得有点 有点可惜 我来晚了 旁边这个呢 是咱们旅游景区特有的 这个交通工具 它叫做滑杆 其实滑杆的话 它就是轿子前身 谢谢 因为它是用光溜溜的 这个主杆做成的 所以说呢 就得命了滑杆 对 前一段时间 其实网上有一个讨论 就是一个人上山 他看到了这个 他想着 看这些人 坐着没事干 他可能一天 如果没有 没有接到生意 他就没钱 去养活自己家人 他就坐上去 那坐上去之后呢 他想着 那我要不要替这些人 做一个宣传 他自己发了一个抖音 发了一个抖音之后呢 下面就有人批评 说他们已经很艰难了 为什么要在上山路上 给他们增加负担 对 所以你看这种 这就是一种陷阱 一种陷阱 就是你没有办法 彻底讨论这个问题 你要坐他们的轿子 他们就是辛苦 但是他们有收入 你不坐他们的轿子 他们确实就不辛苦 但他们没有收入 很多人从自己角度觉得 他们好辛苦 你不该这样 但你要问问 他们想要啥 他们希望你去做 但是你太胖了 你就尽量自己做 太重了 太高的那种 如果你身材比较瘦小 其实对他们来说 他们觉得是一个好事 因为这是他们生存的方式 对 华柯的话 他其实除了 是他们的这么一个收入之外 他其实也是体现了 咱们巴鱼的一个文化 因为咱们这个地方 就是山多 台阶也多 所以说 会给很多行动不便的游客 提供了方便 他具体现了 咱们巴鱼人的这种 爬坡上坎 坚韧不渝的 这么一个精神 从轻的榜贝 对 对 巴士 岩巴 你看都是跟巴子相关 你看突然就有大的水滴 掉落在你身上 这是这个悬崖 送给你的一句秘密 我们可以看 在我们沿途的话 都会看到 这样子的一些竹子 毛竹 它叫做 这个是池竹 池竹 可别看它不起眼 实际上它是 当地百姓生活之中的 一大宝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它全身都是有用的 这个竹叶 可以在 那个 鼠下的时候 泡水 用来 对 泡水和 有清凉必鼠的 这么一个作用 这个可不敢讲 没啥用 就是泡水 另外的话 就是 咱们的这个 春天的时候 在咱们竹林里 会长出那个 竹笋 它可以 自己食用 然后这么多余的 还可以拿到外面去垫满 这么细的竹子 也能长笋吗 有的 它就是那种 细长细长的 而不是那种 粗壮的竹子 明白 这种细长的 就是火锅里 直接煮的那种的 对 那种雷笋 那种 一个大的 是的 这个景区是真好 如果在夏天来 特别凉快 晚上可以 这景区晚上 应该不能住 不能住 打个地步 睡到这 撑个帐 好凉快 你想你在 在满满的 抚养离子中 沉沉睡去 与天地融为一体 然后早上呢 被景区工作人员 赶了出去 我真不能过夜 你听哪儿的声音 在这个空间里 回响 你是谁 谁谁谁 谁谁 我是帅哥 我是帅小伙 哎呀 哪儿 哪儿听到人的声音了 你看 比较湿的地方 就有这种蕨类植物 看到没 它们在地球上的时间 其实更久 这类蕨类植物 我们以前小时候 就是当年 有非典那会儿 当时有一个中药材 很受欢迎 就是贯仲 它就是下面一个大的一个根 就是有点像菠萝的根 上面的叶子 就大概就是那种 当时我们上山 它去刨那个药材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平台稍坐休息 看一看咱们第一座桥 第一座桥了 对 可能我们更难想象的就是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桥板的上方 就是我们刚才经过的那个停车场 就建在这上面的 停车场在这头顶 对 就在这个头顶 那这有没有人能估算 它能承受多少的重量 这个桥是我们最大的一座桥 同时呢 也是最酷是人工桥梁的一座 因为它是一座双孔桥 我们现在呢 仅仅是处于它的这个北桥洞 旁边可以看到有透光的地方 那是它的另外一个桥洞 对 中间呢就是这个桥堆 那么我们桥堆的这个部分 也是第一座桥最神秘的一个地方 因为这里呢 它有一个迷魂洞 它的话主洞长400米 在主洞的周围还发育了 大大小小共72个洞穴 形成了洞中有洞 洞洞相连的奇观 万物皆有裂痕 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这里呢 还在2010年的时候 湖南卫视勇往直前节目 也来到了这里探险 那上面那石头像是谁 垒过的对吧 对 以前的话 这里它就是 叫做迷魂洞 也叫做 弯二洞 其实应该从这边石头沿着 那个缝隙 是能过去的对吗 可以过去 就我们这里上面可以看到有那个洞口嘛 那个洞口是能过去的 它是可以通往这边的 对 也就是 有没有人能拍一下那个洞口啊 那个洞口 导游 对 导游老师说从那个口进去 可以到中间那个大空地 对 它整个都是相通的 好的 你们下山吧 我要进去修炼 打中 对 六小子不来给我送饭 OK 但是不熟悉咱们这个 地形地貌的呢 就不建议去 因为它的那个自动太多了 容易迷路 所以说才叫它迷魂洞 地下隧道啊 对 地下隧道 哇 这个地方真的特别好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对面 在我们对面 岩石上凸起来的这一个部分 您看特别像一个动物 大象 对 前方这里的鼻子 像鼻山的感觉啊 眼睛 对 下边的那个腿 其实这个呢 也是地球亿万连水的 一个冲刷的效果 天然形成的 那么象呢 和那个吉祥的祥 谐音 所以说呢 这里就取名 圣象迎宾 欢迎各位来宾的意思 他就代表了 咱们热情好客的 五龙人民 对大家的到来 表示欢迎 感谢 那里头的那个 水冲的那些溶洞 其实都应该里头 能走进去的 可以走进去 它有的比较深 然后有的比较浅 它是 这些有人探险过吗 有的 在景区开发的那个初期 就有对周边的一些 小的洞穴啊 或者说是孔洞之类的 都进行了一定的勘测 明白 你看这个刚才悬崖上 滴的水滴啊 汇聚成溪流了 所以物以善小而不为啊 悬崖上的水滴 竟然汇聚在一起 是涓涓溪流啊 这个水应该很冰凉 你说这石头地球 有没有螃蟹 有的 那种小的 小的螃蟹有 是吧 有的 其实最初的话 咱们那个地下暗河哈 就是由我们这一个孔洞呢 然后流出来的 后来就是因为呢 卡斯特地貌嘛 它就是水对可溶性岩石 进行一系列的这个化学作用之后 所形成的地貌的一个统称 对 后来呢 水冲刷之后 它下边 水一时穿了 对 失去了那个支撑之后 便开始垮塌 垮塌之后呢 把咱们这边这一个断 所以现在我们这块 全是塌下来了 对塌下来了 蝉烈雾堵住之后呢 水就赶了大 从咱们另外一个岛出去 才形成了我们这种 双孔的景观 但是它现在没有再有 这个塌塌的这个 现在没有 因为现在好像水改道了 是吧 对 这里头不流水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 任何上面一个 岩石裂开的痕迹 都可能是数十万 数百万年的 自然力量结果了 这就是拍电视的那个院子 对 取景地 OK 我们可以到下边的那个 平台观赏 好 确实那咱们景区台阶也较多 走路不关景 关景不走路 注意安全 OK 这个我听过 喝车不开酒 开酒不喝车 一般在那个旅游景区 应该都有这句话 安全第一天 他们啥时候进来的 他们能听见我们的回声吗 你听到还有回声呢 回声了 两岸原声提不住 新歌 雨晖已过万重山 哎呀 你发现确实人一到这种壮阔的 然后美好的景色面前的就容易大脑一片空白 你也想不出什么好的词 然后就变成一个猴子 一直叫是吧 就是惊叹词了 对 此时只恨自己嘴笨 这是最真挚的表达 对 心中万千词语 话都嘴边称了两声 嗷嗷 比一下谁声大 我们有双重加倍 对吧 我们这现在具备一个回声效果呢 正在 哎呀 您穿这个鞋子会不会不舒服呀 还好 习惯了 习惯了 咱们重庆姑娘从小就爬坡上坎了 所以你们核心力量好 对吧 哈哈哈哈 不用去健身房练出来 哎 这个平台呢就是我们下边这个四合院 四合院 最佳的一个班上角度 对对对 别往边 别往边 这个高度还可以啊哥 还好 还可以哥 这个还行 看一下 下面有一个石头呢 哎 你看那一块 那个房子从这个角度看真的景色绝美 我不知道谁给这一个镜头 你看 有雨的 对 就是水滴不断的滴下去 就像一个水帘洞一样 雨纷纷 对 嗯 雨纷纷就故里草木深 确实是如此 你是不是 你看 哎 我听闻你始终一个人 哎 其实这个四合院的话 它是在05年的时候 在原有的一个地址上进行复建的 05年 那就是拍那个电影人说 对 就是拍黄金家 对 为了拍 唯一的一个外景拍摄基地 啊 这是正导他们在修的 嗯 是的 其实早在唐代的时候哈 它这里呢 就是通往福州和泉州 也就是今天的福林和鹏水 嗯 它的一条关道上的游地驿站 它上游呢连接的是砖天铺 也就是我们的仙女山景区 下游呢连接的是白果铺 也就是我们的龙水峡地缝景区 可以说咱们这一条关道 是串联了咱们五龙的三大精兵景区 明白 如果关道在这 你看关道确实取得好啊 比如说我不需要很多人 我只需要两三千 两三千精兵在这 高处 就能守住这个关道的安全 对吧 它不至于那种平铺开的 需要很多的大军储备 不需要 这里很少的人 不管敌方来犯多少军 其实在这都可以守住的 是的 还可以埋伏 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之事 好凉快啊 这个地方 好凉快 走 好 走 而且这块你看一直有风 然后风慢慢吹着 你也不会担心蚊子叮嘴 对 因为有风蚊子被吹走了 凉快 这个时候架一个桌子 喝个茶吃个火锅 四个人围坐在一起 对 你在重庆 你真的走到哪里都有这种 立马想要停下来享受生活的冲动 嗯 吃火锅都不热 对 而且户外吃你也不用担心 衣服上有味 对 所以说这个真的是 从上面留下来的那个 河水流水 对 形成了像雨的一样形状 是的 这个有多高啊 整个吗 嗯 这一段的话 咱们第一座桥 它的桥高是235米 230米 对 厚度呢是150米 平均拱高呢96米 所以说 无论从建筑学还是力学上讲 就是30多层楼啊 整个桥都是特别稳固的 嗯 这个地方真的还挺好 没想到大中午来一点都不热 我们还担心呢 担心说设备是不是扛不住 嗯 我们在来之前呢 重庆文旅委的领导们就说 哎呀没事你来 我们这儿渴凉快了 不如领导们你一笔骗我 我自己可以查天局报 领导说真的 啊 结果来了之后发现 他确实没有骗过 昨天都还下雨呢 昨天还下雨呢 今天的这个天气就特别好 嗯 毫无量快哦 啊你看那个洞还在流水 嗯 谁给那块的镜头 那个叫神龙喷泉 神龙喷泉 这个流水它是一年四季都不会间断的 你别动你别动 注意安全 对 我把这个给你放大 好 好 现在不动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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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油能看到 看到了吗 看到了 看到了 在哪儿 它实际上是一个洞外 对现在屏幕的九分之一的正中间 对正中间 你想如果那块水要大 就是那种一世银河落九天了 嗯 你好 走 哎呀 哎呀 这只石头全是一层一层 岁月剥落的痕迹啊 它这个的话就叫做沉积岩 沉积岩 嗯 也正是因为它的这个石头 是一层一层里切起来形成的 所以说它在垮它的过程中 才会这么的品种 才造就了我们第一座桥 这样子的一个奇观 明白 所以为啥说重庆 我们说三地城市都不够 我要说它八地城市呢 它是如此的立体 就连景观都是这样的立体 昨天我们在江边的时候 去吃饭 他们说那个最高楼距离江边有574米 啊 我震惊啊 574米接近600米的高度了 哎哎哎哎 腿都软 嗯 比楼本身的高度还高 对 嗯 呼 其实很凉快 越走到最下面 其实越超湿 然后这个竹子 就是刚才您提到的那个竹子 是竹 对 是的 这边就是另外一个桥洞了 啊 这是第二桥洞 对 咱们重庆呢 不仅是雾都 不仅是山城 还是桥都 咱们天生三桥的存在呢 更是给咱们这个桥都 增添了鲁墨仲彩的一笔 所以说大自然也不禁为它点赞 我们可以站在这个角度看一下 您看 咱们对面孔洞着这个缝隙 就是一个大拇指点赞的形状 对 是 确实 要稍微折一点点 对 对 所以 真的这个地方的感觉 我不知道怎么给你描述 但你到了现场 可能是它剥落的岩层 可能是它头顶飞环的这些燕子 可能是它名寸的叫声 可能是从那里倾泻而下的水流 断成了珠线一般 也有可能是岩石上这些覆盖的苔藓 也有可能是脚下匆匆的流水 也有可能是这个空旷之感 然后凉风 总之就给你一种非常立体的感受 你在这里觉得 很放松 然后觉得 你就震慑于自然的神奇 沧海一年的一瞬间 就成了我们了 这才是沧海一年 OK 我们现在要去哪 好 这边走 好 先走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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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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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我们就会进到那个天赋关义 也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四合小院 四合小院 你们跑慢点哈 脚下那个泥 从哪走 这边 他们让走那边 好好好 没事没事没事 你避开它就行不拉它 对就是在这拍 对就是需要进去 好 里头因为游客有点多我们不影响游客 这个院子刚才从高处是拍到了是吧 这个院子的话它产用的就是那个唐朝的一个建筑风格 对 唐代的所有建筑就是大屋顶 然后这个陡岩飞处的比较多 这样它的落水下来不会影响到墙根 不会腐蚀 确实很神奇 而且两边的全是茂密的竹子所掩盖 叫田一弄翘 田龙翘 田龙翘就是咱们的第一座桥 第一座桥 我的我的重座话发音标准吗 田一弄翘 田一弄翘 你刚才不说我都还以为你有正式的学过咱们重庆的方言 刚才在那个 对 在那个桥洞里边你说的那几句 哎呀我说 怎么这么纯正的重庆话 这是为今天准备已久的 这我还讲过好多年前 我当时跟我几个朋友 然后我们开车去阿拉善沙漠 然后 一望无际的黄沙 沿河边有胡杨林 大家就被那些东西所吸引 然后一路 沿着公路西行 看到车上的红旗烈烈而动 然后我心中就在期待 结果走着走着 我们那是个轿车陷到沙子里了 走不动了 然后我们就在那当地就非常的痛苦 然后想着找人求救呢 他周围我们走了一两个小时 啥也没有 然后你就打那个求救电话 人问你们在哪 我们半天说不清楚 然后他过来得更久的时间 我们已经崩溃了 然后这时候看着远方过来 以一个车队 然后就是开着那种越野车 底盘特别高的那种 就是车上红旗烈烈而动 上面写着那个英雄大会 然后我们就很激动 啊啊啊 求救求求求求 然后人就停下来了 大哥很帅 那个姿势 那个动作 行云流水一套 呱停车 开门 崩跳下 很大方的走进 大踏步的走进 你扎子来 我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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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一听口音 就是重庆的大哥 然后大哥就二话没说 直接回到他车上 拿前面盘那个钢丝绳取下来 挂着我们车后面 然后拿个队长镜 然后后面 又有很多车来 就全部停下来 就把我们 从那沙子里拉出来 就大哥就也没有多说 然后弄上之后就走了 我们当时说 车里有零食给大哥大哥不要 我们说有钱 你给你大哥也不要 大哥说没事 大哥走了 上面那个红旗仍然烈烈而动 上面写着英雄大会四个字 热情 对我就对重庆大哥印象深刻 不合咱们重庆人这种火辣辣 吃火锅吃辣椒 火辣辣又特别好 风风火火 闯九州 此生我人生的第一个大哥出现了 出现了 从经历 现在的话 我们所处的位置 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天坑 它是由天龙桥和新龙桥 两座桥围合起来形成的 天龙天坑呢 它也叫十字天坑 我们可以抬头 哎呀 阳光有点照 谢谢 然后呢 它整个天坑的形状 是一个大写的十字 对 这是树的那一横 这是横的那一横 嗯 它的话 谢谢 它的话 口部直径呢 是552米 口部面积呢 有19万多平方米 这还有当年拍电影 留的那个模型是吧 对 电影金刚 几乎每个男孩 都有一种机甲的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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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想 汽车人 对 就想要有自己的力量 能够得到延伸和放大的东西 所以当年就特别喜欢这些 直到现在还喜欢看 现在还喜欢 嗯 就没有什么故事情 也不需要情节 嗯 就是就是就是大 对 就是变形就行了 叫什么故事情节 帅 又不是看文艺片 对吧 嗯 所以就对这个地方真的神往已久 嗯 嗯 咱们以前的话 他在这个天坑里边呢 也是有人居住的 嗯 后来呢 就是因为紧缺开发呢 他们就搬迁到了外边 条件比较好一点的地方 嗯 嗯 以前的话 咱们这一段呢 也是当地的百姓 相互联系走动的一条小道 明白 啊 所以他两边 其实以前人是有居住的地方 哎 是的 嗯 你看旁边茂盛的蕨类植物啊 而且都在这个水滩之上 嗯 沼泽之中 对 我发现重庆其实跟陕西人有 有一相似地方 就是说话的时候 你远远的听着 以为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 没有 他们只是在聊 有人在吵架 只是在聊天而已 其实不是吵架 对 就是那种性格 嗯 比如说妈妈叫孩子回家吃饭 对吧 就可能其他地方就温声细语 而啊 你在哪儿啊 回来吃饭了 重庆就老子 老三 对吧 效率很高 嗯 在陕西也大概就是这一类的话 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天坑的话 它是属于他线性的天坑 嗯 其实上天坑这个词 早在2001年之前的话 它只是对重庆 凤杰小寨天坑 这一种景观的特征 独有的地貌 对 独有的 但是在2001年的时候呢 天坑被作为一个专门的术语 正式被专家提出 后来呢 是在05年的时候 天坑呢 就被专家主在学术界上 卡斯特学术界上 获得了一致的认可 并且呢 是用咱们的这个汉语拼音 天坑来通行国际 这是继封林和封城之后 第三个由咱们中国人定义 并且通行国际的 所以在英语上 我们就也说天坑就行了 天坑就行了 你看还是得发现得早 发现得早 你就可以自己拥有 命名权 创造力 你看那块的瀑布 岩石缝突然流而下 稍微大一点了 对 这个就落差会更高一点 是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地方 真的就适合晴天来 虽然它确实这块有点晒 但是还行 因为它整体温度没有那么高 因为晴天的时候 你会看到绿色的树 就会显得更加的苍翠 然后呢 这个水也是 因为这水 第一个当然它因为有土 第二个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穿过岩石的时候 它带有了一些矿物质在里头 所以这个水的颜色 并不是绿 而是它有一种淡蓝 或者是白了 对吧 就跟我们去新疆和四川的 那个有一些河流一样 因为它溶解了太多的矿物质 所以它其实是有颜色的 咱们可以在这个位置 体验一下手握青龙燕月刀的快感 这就是第二个 这里 咱们的这个景观呢 可以说是一步一景 从不同的角度看过去 它就会展现不同的一个形象 对面的这个空白的部分 孔洞部分 站在这里错位的一个角度 看过去 恰好形成手握大刀的景观 好快 谁给我错位 可以 拍一下 这个是刀瓣 然后那个是刀刃 这个 好 我来一个 来朋友们 我们 我要准备拔刀了 拔出我40米的大刀了 来 我来给你拍一个 哥 哎呀 你给我拍个视频 我要拔刀了 拍个视频 行 没问题 开始了吗 其实我这个手机 还有实况功能 好 开始了吗 开始了 不行 这个剑只有我的一中人能拔出 原来如此 对 我的一中人估计是个李逵 要不然他也没这体力 鲁之身 对 就连我自己都不行 剑只有我的一中人拔得出 所以说呢 咱们第二座桥 它叫做青龙桥 就有这个青龙咽乐刀的原因 明白 青龙桥 咱们第二座桥呢 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 最高 也是最厚的一座桥 它的高度呢 有281米 从地面到那个 对 到那个上边 到最顶 对 它的那个 这才200多米 所以你想那楼得有多高啊 281 昨天那楼说是 总共500多米 500多米的落差 吓人呢 它的厚度呢 有168米 所以说它是最高 最厚的 对 然后我们昨晚住的酒店 不在吃饭那 但是住的酒店也很高 我在窗户边一看 我瞬间跪在地上 跪在地上 40多层 50多层 对 这个水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 上方的那个孔洞 快快 谁能给这儿个镜头 拍个小视频 谁有摄像机拍一个 就是把 我不知道调光圈 还是什么 对 总之它可以是一个 非常好的 你可以拍一个好一点 然后有更新的账号 让给粉丝一个视频 好 像落下来的那个星星 对 不要拍我们拍这个 你感觉有没有像梦里头 然后你所想象的一个物象 突然分解了 分散成一个个小小的颗粒 飘在风中的感觉了 并且呢 这个地方它在 雨过后 太阳刚好出来的时候 就会形成彩虹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 冰泉的月 你看在这儿 其实已经能看到 一个小彩虹了 对吧 这是慢镜头的 自然的慢镜头 哇 这个是真的是 自然慢镜头 我电话呢 给我拍个视频 电话来了 咱俩来拍一个 往后 往后 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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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特别漂亮 他一刮风 那个水还跑远了 你发明 是的 这就是这种自然山水 和这种赛博科幻的碰撞融合呀 非常有魅力 而且我们这个OPPO Reno12呢 也采用的是 流银玻璃的一个工艺 你看 冷调和暖调的相结合呀 有反差感 哎我给你看 你看 你看 当然我这可能技术不行啊 你看 你像不像一个 像不像一个岩石开始要分解成碎片飘出的那种梦幻感觉 对吧 像 哎你们 谁可以再拍个这个 然后完了更新的咱张号 你拍个咱一会儿更新张号 围过去的这个角度呢 看上去它更加立体 对 而且你看对面还有个驱大的岩洞 这真的好漂亮 这个岩洞是什么呀老师 就是溶洞 啊就是溶洞 在咱们卡斯特地区的话像这样子的溶洞是比较多的 哇这样更漂亮了 是的 这是自然的灯光太阳光 对 这有点像我们开车的那个前面的远光灯一样 如果下雨的时候能看到的那种画面 是的 可以慢镜头拍一个那种在雨中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重庆真的是一个特别适合你来旅行的城市 因为它不仅好吃的多 到处都是景观 而且这个景观呢 很容易出效果 以化作漫天飞鱼 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两边的这个岩石之上的话 它都有一些水纹线和一些竖着的冲刷的痕迹 实际上呢 这就可以证明当时我们的这个地下河流流经这一段的时候 它的水是非常湍急的 对 如果说它的水稍微平缓一点 它就会成网状或者说是波浪状 我们天师山桥景区呢 它推算的这个年龄是260万年左右 就是根据咱们第二座桥的这个水纹线来进行推算的 在自然界中的话 你看生命有多么顽强啊 在那个岩缝里头长的那些草 对 它能在岩缝中生长这种植物的话 就必须满足一些条件 首先它要有沙 要有土 要有水 在咱们这些岩缝之中的话 有的地方它就会有 所以说呢 就生长出了植物 对 它其实相比土更重要的应该是水 水 对 在石缝中正好有流水 是的 所以说就很巧 你从这个角度看是最漂亮的 就是无数白色的珠子漫天而下 飘飘洒洒 银河 对 对 就有那种感觉啊 一是银河 一是银河落九天 如果这是下雨天 那个会更壮观 它会更大一些 对 我们可以看看 旁边的这个 潭水 嗯哼 这个呢它叫做绿音潭 看上去现在它是平平无奇的 对吧 但是这里的水 神出鬼没 有时候我们现在看上去它是满的 但是或许会在几个小时之后 忽然一下 就没有了 诶 那为什么 曾经的话 那我们工作人员也想弄清楚 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 所以说在枯水的时候 就往下边的这个小河流里边 倒了染了颜色的谷坑 然后等水涨之后再消落 它就会把这些谷坑 带往其他地方 最后呢 是在咱们乌江边的那个阳角镇的地方 发现了这些染了颜色的谷坑 那距离这有多远啊 距离这边的话有四十几公里 四十多公里 对 四十多公里 所以可能这是有个暗洞 暗河 然后沿着暗河走了 证明咱们这一个溪流的话 它实际上是和地下暗河是相通的 并且呢 在咱们周边的一些河流 也发现了这种染了颜色的谷坑 由此可以证明它的地下通道 四通八达 对 四通八达 形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地下世界 水网 地下和通道 对 好凉快啊 这里 你看我们发现在这个桥底下是比较凉快的时候 在洞是有阳光照在这边的 对 坑的那边 有一种空灵之感 因为还有鸟叫 好 我们走快去 我们不影响后面游客的节奏 这不是游客 都在那拍呢 这就是第二座桥了吧 第二座桥 对 然后这座桥的老师就是相当于它是比我们刚刚上面一个桥要高 要高要厚 要厚 对 它的高度是不是能达到二百 二百八十一 二百八十一米 更高一点 高几十米 第一座桥的话它是二百三十五 你看这个水是浅蓝色的 其实 我觉得应该是溶解的矿物质的颜色 对 而且越来越轻 在咱们喀斯特地区的话 它的这个水在经过咱们石灰岩城的时候 它就会溶解里边的那个碳酸干 对 所以说咱们的这些水基本上它都是带有那种矿物质的 它比如有钙啊或者有铜啊 它的颜色就会 对 不一样 就会成那种蓝色 别往边来 一会掉下去 发生变化 雄伟又奇幻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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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脸上又开始飘这个 等会咱们会经过那一段 它也是一连四季都有那个水滴往下落 水滴了 站在咱们这一座桥上 我们可以回望一下我们的这个孔洞 它是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的景致 您看咱们上方天空的这个部分 就是鲤鱼月龙门 前边圆鼓鼓的这个嘴巴 月微弯曲的这么一个身躯 大家可以把您的那个光线插调一下 整个的话就是鲤鱼月龙门的一个形象 有点像 对 这个 这个浴液也很不错对吧 对 可以点一下中间的一段 中间这个 这里 对 就只有这一段是吧 对 到这就结束了 这是尾巴 然后这是鱼 明白 你们给我这屏幕一个镜头 就如果你单纯这样看不出来的 这才是他说的鲤鱼 就是现在亮的部分才是鱼 鱼嘴 然后鱼尾巴 不能不能 你看现在亮的部分才是鱼 发现的吗 确实 神奇 把旁边调按就好了 好 鲤鱼月龙门 战道 这条战道呢是后来修建的 以前的关道在咱们的那个对面 后来就是因为垮塌的时候呢 把那个关道给覆没了 所以说现在呢 就在我们这边的这个山体上 找出了一条通道 嗯 哇那这个这个战道修的时候也很难呢 你看上面有这个 人工找出来的 你看有十千打出来这个 给这一个特写 随便一个 比如这 这当时就是一个人可能身上挂的绳子在这 是吧 对 然后拿个签 然后拿个锤 叮叮叮叮叮 我不知道你有打过哪个没 那个打完之后那个签的震动 手会麻一天下来 然后迅速的手心全是就水泡 然后隔一段时间之后 整个这块就是一层死皮 就是茧子 茧子 然后你手拿锤那个手也全部都是 茧子 茧子 然后为什么这要用十签去锤 不用炸药呢 因为肯定担心上面山体安全 因为它会以整个山的震动 它会让山就可能没有那么坚固了 是的 所以它最好是用手 你看这是十签打进去 或者它是用电钻的那种钻也有可能 总之它不能用炸药 炸药是效率最高的 但是那个会破坏山体的坚固性 可能逢着有任何轻微的抖动 上面就会掉东西了 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们之前去成都的都江宴说它结实 古代人是用火烧开 然后用凉水脆 那如果是现代炸药的那种那就不行了 我不要 我不要 这样 你有一个是吧 你有 这样更凉快一些 我不要 我要淋雨了 哎呀 小时候上学都不打伞 你不要跟我打 对吗 小时候上学不打伞 觉得自己很帅 然后头发临城落汤鸡 小心 小心 容易碰到脖部 哎呀 你们俩别打了别打了 这种感觉还是很好 嗯 这里的话 一年四季往这里通过的游客 它都会滴到这个水 它并不是天上的那个下雨 对 它平均的飘洒在每一个人身上 就是感受感受这种自然的山水 这儿的空气质量可以用小罐 嗯 运输到全国各地 老师老师 你看它又潮湿 又湿润 对 然后呢树木又多 对吗 又清新 仿佛还有一些泥土的那种感觉 嗯 大口呼吸在这儿 对 那是第二个 第二个天空 第二个坑 还没完呢 还没完 我以为都结束了 没有 咱们第二个天空呢 它就是由我们的第二座青龙桥 和第三座黑龙桥合为而成的 它叫做神鹰天空 神鹰天空 神鹰天空 对 它的口部直径呢是300米 口部面积的话是5万多平方米 5万多平方米 对 它呢是一个典型的口字形天空 咱们第一个天空呢是十字形的 明白 对 神鹰天空 身上来看重庆真的是一个不可多得之地 很美好 神鹰天空这个点的话 我们需要站在这个平台的时候 往回望咱们山顶 您看一下 啊 对 那个像鹰头是吧 对 突出的那个就是它的那个嘴 两边就是张开的翅膀 我们刚才的那个孔洞 就刚好把它的一边的翅膀隔开了 明白 还是我要把我要把这点好 现在导演你给我镜头一个一个特写 你现在就能看到这真的有点像鹰 你看中间这个这是鹰的头 然后两边是它扇开的翅膀 就只有画面条暗了你才能看出来 你看比如这太亮了你现在就看不太明显吧 对吧 但是这样你就能看到没有 这鹰头这鹰两边伸开的翅膀 向前震翅 嗯 努力地 拨开空气 然后向前奋勇而飞 噔噔噔噔噔噔噔 这个第二个点坑 第二个点坑 对 你看我们每次都要这个 从正面看一下它 然后再回首一下 对 要从反面再去看一下它 所以就是重庆是一个值得远远瞻 对 正面欣赏的是魅力 背后回味的是它的滋味 各有不同吧 对 对 无限风光处仅致各不同 看得神仙帝美在不言中 嗯 前方就是我们的第三座桥 黑龙桥 对 其实上黑龙桥的话 当时在定义咱们天生山桥的时候 它是最具争议的 因为卡斯特的这种天生桥 它是由欧洲传过来的 他们对桥的定义就是 首先它的这个桥的宽度 不超过150米 然后要光能够透过桥孔的地方 它才能够被称之为桥 但是咱们中国面积大 类似的这种景观也比较多 它的整体的数值的话 那块也是一股水 然后从盐缝中 应该有可能有个孔洞从那儿 飞流而下 其他地方都没有 只有那儿有 你看到没那儿 拍到了吗 不知道能不能拍得起 就是那个悬崖峭壁 我好像不在这儿吧 对我不知道能不能拍得到 反正那块有两股水 从一个孔洞中飞涌而下 下面低处这儿也有 你一会儿拍低处这个 好 有的 咱们黑龙桥是景色最为优美的一座桥 因为它在这个桥里边孕育了四个泉眼 等会儿我们可以走到前边近一点的距离观看 我在想小时候背的桃花炎记 是不是这种感觉 嗯 千墨交通 就是一开始很狭窄 紧通人对吧 对 然后走着走着突然豁然开朗 里头房屋良田千墨 对鸡犬相闻 鸡犬相闻 已经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何时何日了 总之我们在这里头 休养生息异常的快乐 像那种感觉吧 有点 嗯 下回也希望那个 我们的蒋连老师再带我们来 要不然我们碎泥了 不复得路了 哎呀 不复得路那可太好了 终于不用回北京 就在这待着了 夏天在这待是一个绝美的地方 冬天这会下雪吗 冬天也会的 也会有雪 那如果露雪的时候也会很漂亮 是的 所以说一年四季呢 风光是各有不同 那早期这里头有过住的人家吗 有的 后来牵出去的 是的 我们可以在这个位置看一下吧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群 哇 这个更漂亮 它叫做珍珠犬 就像是一颗一颗的珍珠 飞天而降 对 这个更明显了 在阴面的时候会更明显一点 对 您看随着那个风的吹动 整个泉水也是飘动云动的 对 您看水是有形状的 是 它有一点轻微旋转的感觉 对 就可能因为风的作用 它在旋转 最神秘的是咱们的第二个拳眼 凭我们现在这个角度看过去呢 是看不到我们第二拳的 第二拳叫悟拳 可以找到它的位置吗 现在 是这个吗 不是 那是我们的第三眼拳 是上面吗 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再往前走一点 它的神奇之处就在于 要走进它之后 才能够发现它 看到没有 渐渐的就 露出了它的这个真眼 它必须要以岩石的青绿色 作为 作为一个配色 对 哇 很漂亮 您看 第二眼泉水的话 都说它是像雨像风 又像雾 像木 像浏览 像梦中 你看 从未企及的远方 从未企及的远方 你看这个也很漂亮 这个呢 是我们的第三拳 一线拳 均留一线 这可能没有信号的 您刚说像云像雾又像风 对吗 对 对 像云像雾又像风 像云像雾又像风 雾都啊 雾都啊 雾都 对 平时的话咱们这个黑龙桥呢 它的这个光线穿不过 但是您看 今天咱们天气好的话 光线就刚好可以通过这个桥 对它仍然是能看到 是的 这一点 越来越狭窄了 我感觉这就是桃花园里的感觉 是吧 等会又 初级霞排通人 嗯 复兴数十步豁然开朗 应该是 好多年 马上就豁然开朗 对 对 它长期和这个空气接触 所以说它就氧化了 呈现的就是这种灰色 黑色的一个状态 对 它延伸出来那个部分 像那种 就是景观水下面的 那个舌头一样伸出来的部分 是的 哇这个地方真的很神奇 是的 你知道这一类水里头 一般会有什么雨吗 当然这有可能没有 就是一般阴暗的 潮湿的这种水里 会有一种叫做大泥 就是瓦瓦鱼 他们不喜欢晒太阳的地方 嗯 好了 这边豁然开朗了已经 哎 复兴数值部了啊 对 现在呢 我们就经过了第三座桥了 嗯 前面还有吗 前面还有 还有一个龙泉洞 太神奇了 这个地方 嗯 我们这个全程走了大概 呃 多远 现在吗 对 我们现在距离我们出口的那个地方 嗯 大约还有一公里 这么一个路程 但是 直走了一公里 哎 对 哇 哇 你觉得在 在天坑里做一 做一 一株挺拔的树 像云 像雾 又像风 像木耳 像榴兰 像星松 像 睡眼中 没有奇迹的梦 像你也像我 哎呀 你看这个树 我觉得做这个树很幸福 谢谢 你看 咱们回望一下我们的第三座桥 它上方的话是由流水冲刷 大猩猩 啊 对对对 两个眼睛圆圆的 然后就像它的 大嘴巴 对 大猩猩 确实 也有的说呢 它像那个大嘴猴 大嘴猴 大嘴猴 这个树木被太多人抚摸过 所以它的表皮已经变得 光滑了 你看这块的树是 非常幸福的树 嗯 因为它们的目标很明确 它就是要长到 从早到晚都能看到阳光的地方 对 它现在在天坑里面 只有正午那会儿有光 是吧 对 它脚下呢很湿润 然后 坑底堆积的泥 相对来说也陪我 所以它只有一件 事情要做 那就是单纯的 向上走 向羊而生 哎 就是这个意思啦 嗯 你看 你看 一托八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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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所指的这个位置的话 很多朋友呢 会把它误认为是另一个天坑 实际上呢 这个它不能叫做坑了 对天坑的一个定义就是 它的深度要超过一百米 超过一百米 并且呢 对 并且它的四周 要是围起来没有缺口的 嗯 但是我们这个 因为这有缺口 前方有个缺口了 哦 但是这个深度绝对是超过一百了 深度是超过了 你看水到这已经变得这么大了 对 下游了 对 而且水一直还是有那个淡淡的 白色和蓝色混合 有矿物质的染料 所以五龙天坑呢 是一个 是以岩石和水流的 结合 对吧 对 对 少了其中任何一个都不行 彼此依托 然后又彼此相 相辅 最终形成了这些 如果没有水的冲刷呢 岩石就显得过于猙獰 如果没有岩石的衬托呢 流水就显得过于低从 对吧 对 二者相生成一 相互相产 谢谢你们 哇 你看那块有三个大蝴蝶 哪里 快过来拍一下 C C 翅膀在那儿动 看到没 他们在晒太阳 哦 黑色的 对 现在屏幕正中间 对对对对 三个大蝴蝶 然后他们在 你们先过 你们先过 对 你们先过 他们在吸收阳光 看到了哈 看到了哈 走 绿色的水 绿色的水 有很多管理 就没有再来拍一次 我可以看到 我们吃了一个 只要来拍这些 我们先赶个点 我们先过来拍一下 这个龙泉洞流出来的 龙泉洞呢 它的这个长度 这个是不同于 刚才的另外一个水了 对 这个水很大 这个龙泉洞的话 它可以连接到 我们的那个中石院天空 你感觉这里能够 把地心的一股寒意 然后带出来的 就是水 随着水出来的 这种空气算是很寒冷 这个 我估计这个空气的温度 大概就是地心的温度了 就是地心上的温度 它龙泉洞里边的温度的话 基本上都是保持在 16到18度之间 16到天然空调 对 如果它有一个 一个送风口 然后把这个风 送到城市里的话 哦 那太幸福了 在咱们这个洞里边 最神奇的动物 还有一种动物 就是盲鱼 盲鱼有吗 有的 就在这个龙泉洞里边 在洞里面 对 盲鱼呢 原本它也是属于油眼睛的 就是因为长期生活在溶洞里边 眼睛的滑进去 没有用物之地 对 用不着 所以说呢 在时光的这个变迁之中 就慢慢地退化了 盲鱼是有人从那个洞钻进去过吗 对 它洞口有多粗 你看这里好多鱼 而且就是在这种绿色的水的映尘下 它的颜色显得更漂亮了 好像在静止那颗鱼 对 你说这鱼为什么要在表面呢 我猜是因为水的温度太低了 是吧 它要在上面晒太阳 是不是 它不应该像两块吗 不是 水温度过低的话 对于这种鱼来说 肯定也不一定适合 谢谢 谢谢 有的鱼的喜欢温度低一些 冷水鱼 有的是暖水鱼 比如像红尊这一类鱼 你会发现在很多景区啊 就是靠着山 有山泉出来的地方 它们都会养红尊 就是就是 大家一般说三文鱼那种 水养三文鱼 因为它是冷水鱼 但这种鱼我估计是 可能会抗拒水温太低的 这应该是它们放的 你发现鱼肚子都可胖可胖 说明这里头的 吃的还挺多的 它们 这个鱼是非常幸福的鱼了 展门山桥两坑的景观 那就欣赏完了 到处别做了 好凉快 这是一个天然的白噪音 对 对吗 睡觉的时候可以 哎呀 但是这个白噪音有点大 有点大了 太一百分费了 有点到了 都得喊着才能听见鼻子 一看见鼻子 好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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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凉 这个一步前是最大的一个 对 对 你知道一看见瀑布就有第一反应是什么吗 一看到瀑布 因为西游记结束那块不是开始这样从瀑布 确实好凉快在树底下 天然的伞 我们现在还有一些什么亲爱的景观 现在我们可以在那个前方的那个平台回放一下我们的那个上方有一个独立的石锁 它那个就是喀斯特地貌中比较典型的石锁 石锁 嗯 这里会有小动物吗 有的 像比如说猴子是比较常见的 松鼠啊这些都是有的 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回望一下对面的那个山峰 山顶那个啊 对它就是喀斯特地貌的石锁景观 嗯 就是由水冲刷出来之后呢形成的 它呢叫夫妻石 嗯 夫妻本为一体 所以说整个石锁的话 它是背靠背儿的一个形象 哎 这边是妻子 这边是丈夫 说明距离产生美 你看差一点点距离 这时候他们相处是最舒服的 整天贴在一起 就会窒息 对 OK 就受不了 但是离得太遥远又过于疏离 所以恰到好处的去离 对吗 刚刚好 离一分太近 温度太高 不会有生命存在 远离一点点的温度太低 也不会有生命存在 所以只有地球成为了特殊 嗯 proper distance 自然的力量 对 小姐姐可能本来不是想这么说的 哈哈哈 无奈两个专家在这胡解释呢 胡解释 理论专家吧 没有实践经验主要是 也有 就是不太准确 这是一个摆树 嗯 这个地方真的很漂亮 每个树长得都像一件艺术品 对 我们在这总结一下 我们在这总结了 对对对 结束了 哦好快啊 好快啊 是的 切回北京我们俩在这玩上一下午 美好的时光 总是短暂的 对 老师 你看 老师我先说两句 然后您可以 这样给您争取一点时间 思考 然后您可以欢迎 听到前的观众朋友们 好的 好 你们往前一些 对 我们在 OK 我们在天坑的这一站呢 虽然很短 但是我内心的震撼感还是很强的 因为我以前没有来过 然后看到了岩壁 真的如刀靴一般 它可以有摆这样的峭壁 当然了还有匆匆的流水 我感觉就是刚才那个描述就很准确 就是如果少了水呢 山就显得 显得过于猙獰 有了水的依托 才有了山的灵秀 如果少了山呢 水就过于低从 有了山呢 才有了水的挺拔 所以山水相依 然后因为中间又密林丛固 然后缠鸣阵阵 清风兮兮的 所以搭在这里可能会很舒服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你可以来一来 而且在重庆市区 可能白天太热了 带不住 在这儿挺好 好了 同时呢咱们天生山桥景区 也热诚的欢迎各位网友 各位游客朋友 来五龙打卡 在感受自然之美中 感悟文化之美 陶冶心灵之美 共享诗和远方 谢谢大家 今天非常开心来到这里 然后我又是 再一次感受到了 非常大自然的魅力 我也是有听说 咱们这个地方的 一个名字的来源 是李白的一个诗句 叫做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散尽 环度来 所以说我们每个人 自身从出生开始 都是具有才华和价值的 那么就像这座地一样 它是260万年前土地 地壳运动所造就出来的 自然天生成为的一个天坑 所以说这让我感受到 前两天爬山的一个回望 就是那时候我爬山 觉得爬山的意义是 往上爬 往上走 登顶之后去俯视 俯视完之后呢 好像能看到山下所有的美景 但今天我们更多的 好像是仰视 好像是抬头 好像是回望 回味的好像是 自己曾经的那些 回味的历史 或者是回味的一些感悟和感想 那么这个仰头的意义 我觉得还有一点点 它不是自信 它是让我们更加的 向上面更加优秀的人 去学习的一种姿态 所以说用一个 之前我也听到的一句话 来形容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叫做走过这个天坑 满城近代黄金甲 路过这个地方 一世迎合落九天 好 正面值得欣赏 背后值得回味 是吧 好 我们那个 我们还需要再说一会儿 因为北京没有准备好 没准备好 两个人再聊会儿 对 老师我们刚刚 其实刚刚说了一个问题 话题就是 二百六十万钱前 地壳形成的一个运动 然后包括它是一个卡斯特地貌 对 您可以帮我们再分享分享 关于这些地理 地貌上的一些问题 可以的 其实上要形成我们的这种 天坑和天桥的话 它必须要同时具备六大条件 首先 咱们的岩层要足够的厚 只有足够厚的岩层 它才能够满足天坑形成的 必备条件 其次呢 就是我们水流要大 就是崩塌下来的 这一类残流物 只有在大的水流的冲刷下 才能够被搬运 融饰 带走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水位要深 只有向下的一个 向下切的一个水呢 才能够形成这样子的一个深洞 第三呢就是包气带要厚 第四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岩层 我们刚才看到了 要平 这样的话它在垮它的时候 才比较容易 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地壳要凸起 这样呢就为它崩塌提供了一个动力 调整 对好像就这个深坑城的一个真的是富有升级的一个生命王国 在这里头你走路 基本上你耳朵里头已经不会再充斥着平常的那些枯燥的琐碎的单调的声音了 全是产品声 全是水流声 全是鸟叫声 是的 大家有机会可以来感受自然的奇迹 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进行转场 我们要转去下一个地方 所以就临时会把镜头切回北京 直接切到了 对 准备好了 来准备 来准备 3 2 1 一头